113年7月9日凌晨1时许 岩补安检所守望人员听闻港内活于码头传来民众求救生 安检人员随即携带救生装备前往现场救援 抵达现场发现一名男子漂浮于水上 安检人员立即穿着救生衣下水救援 并将渔雷浮标系于男子身上 另由第五海巡队岩补小队CP1-28艇协员 成功将落水男子救援上艇及接驳上岸 经东港消防分队初步检查意识清楚 为肺部有些许进水及失温情形 由救护车载往东港抚音医院治疗 海巡署南部分署第五案行队提醒 民众如与港区或案件发生危机状况 请拨打海巡118服务专线 海巡署将结成为您提供所需之服务